三四個身穿黑色制服的門房 站在飯店門口 針對下車乘客和路過房客 第一關現在這裡過濾 閒雜人等 就算進入大廳用房客姓名 想找人只要房客不願曝光 根本找不到人 必須說好透過代號才可能找得到 五星飯店重視房客隱私權 戒備相當森嚴 每個樓層都有這個 所謂的一個門禁卡 也就是你必須要有你的這個房卡 你才能按到這個樓層 他有一定固定的一個安全管理的人員 所以相對的對於一些比較閒雜人等 對於一些有錢人來講 他會比較覺得自己的安全上面 受到保護 就是因為凡事隱私權至上 讓近年來不少玩咖 選上高檔五星飯店 只會看準內裝舒適隱密性高以外 客戶服務也相當周到 他會提供一些Party的服務 比如說你沒有音響 他會提供給你音響 他就是以這個潮牌著稱 然後以年輕人的派對 他是可以提供這麼好的服務 所以相對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講 他去到W是一個首選 9點3年前有房客吞下大量安眠藥 W飯店當時也以房客隱私為理由 阻擋救護人員上樓救援 事後遭到提告惹出風波 對外態度強硬 傳說就是因為W的執行長 莊世宏是台南幫大老吳修騎的外孫 和太子建設前董事長莊南田的兒子 W飯店就是太子建設百分百所持有 身後的後台背景也意外 在這次事件當中被一一揭露 這次紅西有燈的一臺報導